是万件带您关心 就在台北相当热闹的公馆上圈 机缘出现了有富人随机攻击路人 甚至一度把人打到脑瘦脑震荡 那么其中还有部落客因此受害 两名女子停在店家门口 正在讨论晚餐吃什么 但就在这时 浅蓝色上衣富人经过 竟然一下两下三下 拿着棍棒拼命往对方头部敲打 地方然后用柱状体 非常猛力地攻击同一个点 所以又造成目前是有脑震荡的情况 闭着头上的伤至今还惊魂未定 经常在网路上分享育儿经的部落客 A家虎妈 二十四号当天遭人随机攻击 地点还是在台北市热闹的公馆商圈 短短五秒时间 富人打人后随即落跑 一旁民众见之吓傻 如果警察都知道这个人 他的这个丁州路附近是很常出没的 却没有办法请他有得到 比较好的照顾跟安置 得到的回应是说 因为他还没有达到 卫福部所谓的可能精神认定的标准 所以他还是可以自由的活动 就像一般人一样 富人年约五十岁身高不高 经常在公馆商圈出没了他 家就住这 被警报已经不是第一次犯案 布告栏上公告提醒住户小心 因为短短一年内 富人就已经有三次随机攻击路人的记录 还曾经攻击婴儿 一边走路已经想电话就被一个陌生人 从右后方往前推要推到车道 一家胡妈不是受害第一人 而他报案之余也传出小插曲 远景态度好像给消极 他看手机大概划了两分钟 这是有误解的 我们远景为了要迅速了解犯贤的身份 及水手我们查询了我们公务的手机 出示值班台监视器强调当时远景划手机 只是为了让被害人执政画面否认冷处理 警方后续也寻现将攻击富人强制送医 进行侦办 记者陈嘉明 洪施琴 台北财富报道